完了我被套路了 中端拉克斯早知道我不带这个了 我以为是中端左依呢 我带个进化 来入侵一下有机器人 别急等他交赏 为什么刚才黑暗收割他明明半血没触发 他这个机制判定有点问题 真的 走吧不拉了 我待会来插个他的红 给他打一下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没有第一时间触发触发是触发了 哎呦 这女枪好K 直接多200点蓝了 你别拉你别拉你别拉 你别拉他你别拉他 你让他打你让他打 拉了他就不打了 哎呀他就不能拉你看拉他他交惩戒了 打草惊蛇了这一波 他不拉他我可以Q把他修掉 炎冰带人一起Q 没Q到人也没关系 要E我了吧 我高手 拉克斯好牛啊 感觉我好像已经 被他看穿了 我不能让他推进来 不让他消耗我太难受了 对我们得消耗他这个血量就可以跃他了 对我们得消耗他这个血量就可以跃他了 单吃了 这蓝蓝在旁边啊感觉可以杀他 回家了回家了 回家了回家了 这波钱有点多 我去消费一下 不要 让身上存太多钱啊 得扩大优势 你拿了钱不回家买装备就等于没有优势了 刚好再来一瓶药一个月 完美 就等于是 我觉得我带治疗这不就活下来了 应该死了 这坦然一爆击拍一下 A一下死了 这兵线可以控一下 拉过来 再来个黑暗封印 药卖了吧 理财一下来个小绿药 到时候就没什么可以控制我了 你在干嘛 哇这都被他杀了 不应该Q充能 应该松开直接走了 我没鞋子啊 这会儿杀心有点重 得收一收 因为对面的打野 他会照顾我们的 再的话我跟中单一起死 双方打野吃兵 就变成打野是中单了 而且他待会儿到6级就更难防他了 我拿个狼来 刚好我到6了 再来个标枪 一发两发 双方 我觉得我不能过河道 我现在没鞋子 过河道基本就被贪婪逮到我就死了 我好伤啊 好伤啊 他回来了 回抠袭 唐浪又来了 看到没有 我二还没好 蹲机有吗 没有人过来下路 我都miss了一个 剑机不在了 剑机回线了 那就没关系了 吃两层皮再走 一层就好了 溜了溜了 这样子我还是没法买鞋子主要是 我想买一双鞋子就这么难吗 谢谢拉克斯送的鞋子 非常感谢 这些锁链关不住我 紫拉克斯太贴心了 知道我们还差点钱 这些锁鞋子还差点钱 看来再上 再不走 这是一个死角 怎么走都没有用呢 没人管我们这边可以安逸的收掉 这鞋子好像要过来了 我们打野可以过来蹲一下 当然应该要跳出来 我们站位往下靠一点 没事 伤害怎么不够 应该三发全中死了 最后一发中了 我觉得他是不是惩戒了 我听到声音了 你们没听到吗 我记得是中了 我听这个声音应该是中了 这臭东西你还不知道 这都能切我 没办法 我都遇到他了 可以 这弹磊出木论了 稳一点来本书 再换一个远接改造定位一下 紫拉斯这个英雄还是怕被贴脸的 穿透再来一个 这弹磊有点记仇 没事 没事我这个书很快就满了 不欢的 我现在待会 11级R4一下 他在打红 他在打红 没有 炮台一准备救血 我没升级 我是1级2是吧 抢了一个红才到11级那没事了 我觉得自己有4发2 最后一发就随便给了 看个视野再补一个2就行了 这蚕蚂肯定还想抓我吧 我刚才以为自己2级2了 最后一个2我就交随意了 不过无所谓了 这E伤害好低 这E好像是0.4加成的 220法权才加了100点伤害 0.45加成 来来出动 可以打这波机器人 我伤害很高的相信我 E上 怎么又是这个贪婪 死不了了 760 560 760 760 860 960 都是進化的 你在跑啊你跑 你跑 可惜可惜 多差一点伤害 这弹弹有点想杀我们 小心一点 不能被他碰到 我现在没闪了 木轮刮到我得死 保持距离纷争就好 你看他来了 是吧 这个人什么尿性 你想杀别人的同事 也要做好被他反杀的准备 我有啊可以抛射一下距离够的 咱抓到这诺手吧 咱们把他反杀的准备 咱们把他反杀的准备 不追了吧 追不上我变二了 没事他跑不了了 好啊马上好了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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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像可以直接做帽子了这样子 钱够了呀 他鬼说先不要了 反正我们要一个穿透 高法权 这个时候伤害高 补个穿透 加一波伤害可以 可以 咳咳 咳咳 一天上星星的爱你的真意 这些是年轻的潇洒一次的决定 我手上就像个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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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就像星星的意义 不变梦也有的不小的声音 你守护着夜地 不要急,给他压力 等他没法走位的时候再给他进 乔把这孩子吓的 我手上就像个人的心 我看到一下拉格斯尿了一下他就死了 小心潭浪他要切我们了 看到这个位置 保持跟这潭浪距离就好 一发两发一起来 三发四发 你这找不易 等我第四发中的时候 你就Q他了 救了他这样 不过也无所谓 反正他也死了 我刚才想等这个机器人E或者Q一下他 可能机器人也在等我R吧 我们俩想到一块去了 对面出魔看了 这个直接法上办吧 鬼说就不着急了 纯穿透来一个 这黑暗收割打了3000血可以的 真正的魔法 跟他很厉害 嗯?下了一個 26塊錢OKB了 17塊錢OKB了 4塊錢P了 2塊錢P了 i的 這天我可不可以 那就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肉哦 就硬想突我这个弹啊 你觉得我会给你机会吗 到底想你们想打什么呢 我觉得先打水龙吧 我的阿准备就绪 充能完毕了 你看他又想找角度切我 我们调整一下 这人老想切我太坏了 反正现在走位开始没规律了 他前面走位有规律的 他现在R的话有隐身加加速就有点难预判他了 这间机要来了快溜 炸起炮台 等一下 哇我透你个嘴还好没开啊 这不开2的话就被拉克斯大死了 我想了一下不对劲 这拉克斯2技能好像还没给 有点不敢去野区啊 碰到弹栏的话还是要死这样 你看 刚才直接往野区走的话说不定死的就是我们了 这个头不用烂我了我钱够了 可以换个中亚就没这么怕他们了 这个输的话可以换了 这个点打成输的话作用不大 给你多加一点法权而已 没啥用 只有这弹栏弱手之类对我有威胁 拉克斯跟卢伊碰都碰不到我们的 什么意思 打算之前我先开2秒了一个好了 ya 这边是员 好 就知道你要來一起買個中亞了 這都沒打過嗎 我怎麼技能這麼全空了有點尷尬 哎呀關鍵時候怎麼先火了呢 一世一鳴毀於一彈 感覺他應該是有技能 就知道你要往左走 卡準他中亞的時間算好 2.5秒無敵的 這個拉克斯原本走位很耿直的 被我R多了他現在會開始 預判走位了 他這把成長了可以 感覺他經過這把的調教之後 茁壯成長了 欸我怎麼開遠鏡改造打到2了還可以這樣的嗎 主要是我遠鏡改造也沒開出來啊 有點假 我以為只有手動才能取消的 不過無所謂的打過了 他不能開視野 這個劍機為什麼技能丟的這麼及時 但是他4幹13啊 都是高手這些人 好 你們老覺得殺人數很猛 不會的 只是那件專門比較便宜知道吧 但是他真正跟大劍比起來 還是不如大劍呢 因為他只有1400可以打出 兩三千的效果知道吧 他真正跟大劍比的話 他又沒啥可比的 我覺得下波再來吧 走了 好像對面開始浪起來了 他的附加屬性沒啥意義 他只是加的法权比較多 你後期法权量起來的話就不差那一點了 游戲結束 殺人數是一件前中期的裝備 他不是大後期的裝備 大後期做殺人數的話沒什麼用 知道吧